为了改革国家教育 政府去年10月成立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 经过半年的研讨工作 这个委员会在今年4月30号结束任期 并且把完整的报告提成给教育部 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该部门还在探讨报告内所有建议是否可行 不着急仓促落实 在2018年是增加更好 或是积极没有积极 因为像是积极的积极 并且设计是在2013年 当时,很多研究都已经做到 很多党组都已经有关 在免疫苗的党组成立国家教育政策 总议委员拿出唐纳比德莫尊丁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要求教育部 提供有关国家教育政策 或教育改革蓝图的最新进展 同时确保不同种族、宗教的年轻世代 在国内外更具竞争力 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 由13个专家组成 目的是要检讨和重组国家教育政策 以改进现有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法